心臟有四個瓣膜 心臟裡面有四個瓣膜 左邊兩個、右邊兩個 左邊是主動脈瓣和二間瓣 右邊當然是肺動脈瓣和三間瓣 瓣膜的疾病在我們身上 基本上有幾個比較大的成因 第一個當然就是它是原本瓣膜的原發性 也就是說瓣膜因為像說老化的關係 意思是鈣化或者是說組織的鬆散 所以病人的瓣膜會呈現 第一個是打不開 如果鈣化太厲害會打不開 或者是說它的因為組織鬆散 而讓它關不緊 另外一個還有可能是因為一些發炎的關係 包括說我們最常見的風濕性心臟病 它會讓我們的主動脈瓣 或是二間瓣很生黏著 而且產生這個狹窄 這是另外一種發炎的反應 當然還有可能是因為外傷 有些人因為撞擊導致成像說三間瓣 或是二間瓣的腱鎖斷裂 所以瓣膜就關不緊 所以這個是原發性的 但是還有一種刺發性也就是說 如果有些病人是因為心臟衰竭 或是一些心肌性的病 便讓心臟擴大 主動脈擴大 所以就會讓主動脈瓣 或二間瓣 或三間瓣 讓它關不緊 那病造病不是主要發生在瓣膜 而是主要發生在心臟 讓心臟擴大 讓瓣膜關不緊 而產生的這個刺發性的瓣膜性疾病 當然還有最大的一種 最厚的一種就是先天性心臟病 因為太多種先天性的心臟病 也會影響到剛剛講的 以上類推的四種瓣膜 所以這個是大致上瓣膜性疾病 會引起的一個成因 瓣膜的疾病 一般我們除了內科方式用藥物治療以外 過去最常見的用內科方式的治療 其實是用氣球擴張的方式 幫病人做治療 那要不然大部分的 其實瓣膜性疾病在過去 如果當它到嚴重的地步的時候 都必須仰賴外科醫師做 開心手術的瓣膜置換 或瓣膜的修補 如果病人實際上是 內科疾病太多 或是年紀太大的病人 接受開心手術 這樣的手術就變成是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風險和負擔 那當然這幾年來 比較大的一個突破也就是說 針對主動脈瓣的狹窄 蓋化、退化 想要引起的狹窄 可以利用導管的方式 來做主動脈瓣膜的製患 我們這個全名叫做 金導管主動脈瓣膜製患術 這樣子的方式 那這個在差不多15年前 開始漸漸發展 那目前為止 最大的好處是 它僅僅它的傷口 從鼠溪部的一側 只要有0.5公分大的大小 把瓣膜帶進動脈系統裡面 逆流來到主動脈根部的地方 把瓣膜在這個地方施放之後 可以取代原本 蓋化、狹窄的瓣膜的功能 那這樣的一個治療方式 目前在經過10年的一個 不斷的累積經驗和成熟之後 它已經變成是 這個主動脈瓣膜狹窄的 一個治療的主流 所以現階段 目前越來越多的 器材公司、易材公司 還有醫學界也開始在研發 透過導管的方式 幫各種各式樣的 一個瓣膜親的疾病 做治療 那目前當然有些 已經有一些成果 最大的成果 剛剛講的是 就是經導管主動脈瓣膜 治患手術 那現階段 也有越來越多的醫材 開始在研發 去釋除去治療 每一個不同的瓣膜 寶寶序 一天 凍瞎 今日は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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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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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